精確 所以青出於藍勝於藍 所謂名師出高屠 他做的比我好很多了 那有一兩次我是在強健男人的身體體力破例 那我會比他好一點點 那只有一兩次 各位看到他張開的時候 這肩甲肚 肩甲肚後面有高方穴 高方穴是在第四胸椎旁開 全因素跟高方 運入高方 就是你吃藥也沒有效 貼藥膏也沒有效 那事實上 高方穴區是動脈靜脈循環最弱的地方 所以他腳趾抓地以後 他手腳 膝蓋的大拇指抓地以後 他膝蓋內側 他是皮靜脈 就是大拇指內側是皮靜脈 皮胃平 上面是肝靜脈 肝靜脈往上走 肝靜脈取於大指重矛四季 然後到了橫隔膜脈 肝靜脈搭 然後不斜了 尋喉嚨之後 上路完山 別木系 上豬而已 肚賣過一點 然後他這同事就 來 你過來當助理 你長得比較好看 再請你來 你還懷疑 就說你好看你爸 我已經留著嘛 色彩好嘛 來 你到處理到這邊來 因為他現在在錄影直播 會不會講你好話呢 加速 你摸他的頭頂是不是熱的 熱熱的 對 你摸你的 很冷的 沒有什麼溫度 不是 他很冷靜 所以冷豔 他這個很熱 你摸看 有沒有 好 你可以請休息 謝謝 這個他的腦血管就是完全的在運作 所以你家裡有遺傳體質 有重工的 這個做是最重要的 你家裡有大腸癌也是這個最重要的 因為他不是在腦而已 他的大腸在運動 他的大腸 我們的身結腸是 左右側 經過肚頸橫結腸 左側降結腸 然後在磁腸肛門出去 這一段的路看起來很簡單 大腸還大部分就是還變狀況 幾天不大便 突然間 或者水喝的很少 大腸還負責吸收 回收水利攻擊 所以這邊的腸子呢 他是控制在 你嘴巴可以休息一下 控制在 控制在 好 第三次 掌脫天門 目上觀 因為我時間有在看 這是很責任他 但是背他一下也是享受 因為有個時間 又做公益 又會做運動 他最羨慕我的是什麼 他還在背而遇 十年前我輸他 現在我贏他了 因為這幾年我看說 他背得這麼好 我怎麼會輸他 結果我就下定決心 好好的背 他說 他最羨慕什麼 有時間背書啊 他真的沒有時間背書 我一天背如雨 背六小時 真的啊 我睡了 不會睡去 氣起來還是背 騎腳車也背 跑步也背 游泳我背而已 看電影看 爛電影背 掌頭天門 目上觀 腳尖鑿地立身長 對他腳尖是離地的 利周腿邪魂如此 這肝靜脈的不邪熱 鼠肝肉的上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個胃靜脈 他對肝膽非常好 對肺也很好 肺就是氣過 肝就是膜 所以我們人走了以後 在喜出白鴨就有兩條白鴨條 左邊那條叫左三分安安 右邊一條叫右七波之戰 三分就是你的三分 氣焙 氣焙是什麼 是我們的肺部 魂是我們的肝 所以你的肝就是要早睡 要睡得好 所以懷孕就是要九點十點就要睡覺 因為它的肝躺下來的時候 它的氧氣血液是最多的 那這時候解毒 消耗體裡面的不好的東西 消耗脂肪它也最高 那你只要坐著站著 它皮肝上的血液就不夠了 所以躺著是養肝 所以為什麼住院躺在那一樣 肺就是非動不可 又早上的運動 中午以後原則上 除非你是大師級 除非你是有參加什麼奧運比賽 不然中午以後不要運動 只有笨蛋才終於都移動 只有懶人才早上不動的上運動 記得啊 剛剛有些人現在問我問題啊 我說我剛剛都講過 聽不清楚啊 所以我實在上客戶台 時間等 錢又多 所以錢少又 還問這些 狗隙上的北 第四次 資首今天長戶頭 更從長內注酸膜 鼻端吸氣停小型 用力收回左右膜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只要上李嘉雄中醫診所去找益心經 這些招式他在十幾年前拍更年輕多遠 但是只要是你要學 你真的要落實學 我是這樣看一下 看動物園 那就沒意義 我每天早上一定三十分鐘一清清 滾輪四十五下 才出門悠悠移動 資首今天長戶頭 更從長內注酸膜 鼻端吸氣平條形 用力收回左右膜 他的牙關是咬緊 所以他牙齒都非常好 他牙扣自己有時候就會掉下來 因為牙齒咬緊 牙齒咬緊以後 他這個益狀靜脈蟲呢 他在包裹著上癮動脈 非常的完整 而且他慢慢從益內肌跟益外肌之間 他會稍微摩到咬肌跟益外肌之間 益狀靜脈蟲 靜脈各位聽到都想到說 他是直接回心臟 益狀靜脈他不是 益狀靜脈脈是益狀肌跟長脈 他是往頭顱骨走 在頭顱骨裡面 人的身體裡面很多的管道 非常的特別 所以他這個招式在做的時候 也是要把這個拉根 所以各位有聽過網路上 就是心臟病躺在那裡 那有人就說把他拉直 然後用打這個天虎去 風洞脈他就醒來 有沒有看過 那你只要乖乖早晚做不是保護心臟嗎 這個手就要拉直 肩膀要拉高 第五是挺身肩入目 兩手推向前 用力受位處 攻須七四拳 這個攻須七四拳的時候是頸椎七塊 他一二三四五六七 頸椎有八條頸神經 他在整補到第一頸椎 一直這樣子有八條 所以他每一次拉的時候 他對他的頸部的運動就非常完整 拉氣下 這個不是絕對一招翻式 要把精神帶回去 精神不帶回去很可惜 我們早期有個台北野人遊玩 亂跑聯誼會 他有兩句話 就要求極限比張卓越 這個在拉的時候 他頸部我剛才有講過 人吟穴 在侯節旁一吋半 在後面再一吋半是糊塗 再一吋是天窗 往上下函谷角是天龍 再後天游 再後天柱 然後風浦 那這邊是天兔 所以這裡有本書就是 人吟糊塗天窗天龍天游天柱 六個穴 再加天渡天虎 所以他左右十二 天左右十四個穴 這十四個穴就影響我們的神經跟血管 所以這個動作表面是在做手 他事實上運動到你的六條筋脈 運動到你的頸動脈 追動脈 頸靜脈 追靜脈 跟你的一種神經 十二對龍神經 所以他每個動作都是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離境之 第六四 也就順著錯吧 兩腳分噸 身是裙 屈身左右腿相分 昂頭胸座 探前是 不對 兩腳分噸 身是裙 早上兩點四十五 寫到現在頭已經不對了 兩腳後身前驅 小腹運去空中 小腹有點臟 用力在於兩把 完全虛柱酸頭 他中國的文士跟中國的功法 他很講究意境 意境就是MOOD M-O-O-D 你如果把MOOD一直培養培養 他就會影響你的MIND Would you mind M-I-N-D 所以你的身體跟你的心理 身經營是一事的 智能勇是一事的 所以兩腳後身前驅 他會叫化小 這是小腸靜脈操 他要每一個動作都完成 三十四年 所以基本上 像他們就是 這麼多家庭 都是在我那裏保健保養 倒極是致病 現在都是保健保養 所以他們都是我的 補力工 補力工 所以我對他們也非常的 注重他們的健康跟身心 兩腳後身前驅 小腹運去空中 用力在兩把 完全虛柱穿頭 然後第七次 廁守彎工 從側手是 右側 左側 手是脖子 頭 彎工就把工幣彎起來 所以各位看到 第二次 第三次 全部都手手伸直 二三四都伸直 現在六七四都彎曲 彎曲是強調共二頭期 伸直是共三頭期 各位 我知道現在還是一個禮拜 兩次跑步早上 兩次游泳 兩次腳踏車 我七十歲 他七十二歲 三十年來 我如一日 除了受傷 住院 躺在那裡不能動 但是得到的服務 無以言喻 我前幾天在日本 有一天 我跟老婆請這會在竹茂樓吃飯 日本 京都第一次急躁 或是去過一次 嫖婷第二 我也去過一次 然後竹茂樓跟嫖婷都三百多人老店 竹茂樓裡面有碧卡索一隻鳥的草花 好 結果我一個朋友 他們生意在日本做得很好 他一個月薪水叫花一百二十億 就相當排幣四十億 就相當排幣四十億